女孩牵着转机因母猪上山六弯 可一个不小心女孩脚底打滑 眼看就要掉到万丈深渊 幸好母猪及时用蹄子踩住滑动的牵绳 小主人才暂时得以幸存 可女孩的重量母猪支撑不了多久 只能不停用牙齿去勾住绳子 但这样下去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女孩的生命正在岌岌可危 母猪撇到悬崖边还立着一根枯木 她灵机一动 拖着女孩迅速跑过去 纵身一跃 利用自身的蹲位 将女孩顺利送到安全的地方 可代替的是自己坠落到底下的树林当中 女孩担心地跑到森林里去寻找救命温猪 没想到身后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和味道 一看母猪安然无恙地躺在面前 女孩悬着的心终于也放了下来 紧紧地抱住她 扶在母猪芭蕉扇大小的耳边低声细语 说着只有俩人能听懂的话 女孩名叫美佳 雨年事已高的爷爷居住在空气幽静的山上 平日里除了干农活 就是带着这只名叫玉子的母猪到后山去感受大自然 十年前全球最大科技公司米兰多公司的CEO陆西 将自然培育的26只超级小猪送往世界各地 交由当地的农民来精心养殖 为的是获取这一物种的优秀数据 以便于未来将其投入到食品研发当中 解救全球的食品短缺问题 届时还将筛选出其中最大的一只超级猪来参加展览 美佳和玉子已经朝夕相处了十年 对于他来说 玉子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家畜 而是家人般亲密的存在 可这样的羁绊 即将在明天被突然切断 武士将至米兰多公司韩国分部的负责人 以及公司的形象代言人杰克气喘吁吁的爬到山顶 为的是一堵玉子的芳容 纵使杰克作为动物爱好者 也被眼前的庞然大物惊讶到无以言表 硬拉着美佳和爷爷一起在镜头前强颜欢笑 好为接下来去美国的展览做宣传 一去不复返 于是爷爷故意将孙女拉到后山 去给离世的父母上香 还将一只999纯金的小猪送给孙女 当作玉子的替代 从爷爷口中得知玉子以后不会回来后 顿时大发雷铁 气得将金珠摔在地上 转头跑回家中 可玉子早就被公司的那伙人强行带走了 知道玉子暂时被存放在首尔后 美佳顾不得爷爷的阻碍 带上所有家当 孤身一人也要去营救回玉子 但久居山野的美佳 突然间来到人头窜动的大城市 看着密密麻麻如蜘蛛网一样的地铁线 顿赶手足无措 好不容易找到了公司地址 前台摸鱼的小姐姐丝毫也不搭理她 眼看沟通无果 美佳只好让城里人见识一下大山的力量 透过楼上的窗户 她看到卡车正准备运走玉子 小女孩拼尽全力追在卡车后面 甚至直接跳上了车 差点还撞上隧道顶部 成龙看了直呼内行 途中还出现了另一波动物解放组织 非常有礼貌地向他们问好 随即在隧道里停了公司的卡车 成功救出了玉子 而玉子也听到了小主人的呼唤 激动地奔向美佳 带着她在隧道里横冲直撞 美佳迅速带着玉子在商场里 躲避公司和警方的代步 在商场里奔跑的玉子 尽量不去撞到无辜的路人 在动物解放组织的帮助下 成功把玉子带到了安全的地方 动物解放组织的首领杰告诉美佳 他们组织成立的目标是避免动物被虐待 而米兰多公司是专门研究转基因突变 玉子就是这种违禁实验的产物 米兰多公司希望利用农民正面宣传的虚假培育方式 向消费者灌输其纯天然非转基因环保的标签 为此动物解放组织希望在玉子身上安装隐藏的摄像头 并将玉子再送回到那个秘密实验室 在幕后偷偷拍摄可怕的实验 以此来揭穿米兰多公司虚假伪善逐利的外衣 等一切任务完成后 最后再将玉子带回到美佳身边 而有原则的结希望能够得到她的首肯 但小女主听完计划后 果断地回复不同意 但队里的翻译格伦很渴望推动这个大截 故意欺骗同伙说小女孩同意了 随着组织成员的跳车 也导致玉子和猛逼的美佳被抓回了米兰多 另一边米兰多的首CEO露西 在观看了逮捕小女主人的现场直播后 大发雷霆 担心会影响到公司的形象 进而影响到股价 为了挽回公司形象 必要的公关处理不能少 CEO当场决定邀请小主人一起去纽约参加展览 就这样背后的公关部门 熟练地编造了一个动物与女孩久别重逢的故事 还安排了大量媒体记者采访 买下了脸书的热搜第一 成了TK上的爆款视频 而动物保护组织也对以通过玉子潜入实验室 在玉子的偷拍装置中 录下里面各种各样畸形的基因实验 甚至包括在杰克博士的强迫下 逼玉子和另一头更加壮硕的公猪交配的场景 甚至杰克博士也直接从玉子身上 得到了一些肉来做口味实验 在玉子不停地嘶吼声中 动物解放组织成员感到心痛不已 纷纷表示对这一行动的后悔与自责 看到这一景象 格伦也忍不住说出了真相 女孩根本没有同意这个计划 是他擅作主张欺骗了大家 首领杰听到这番话怒不可遏 将情绪全部发泄在他身上 不仅痛扁了他一顿 还将其赶出了组织 但错误既然已经犯下 首领还是保持任务正常进行 美加被带到纽约参加盛大的颁奖典礼 当然米兰多公司的目标是宣传纯天然绿色猪 组织首领也潜入房间向美加诚恳地道歉 他们知道美加当时没有同意 这才导致了所有的悲剧 这次他们肯定会帮助他再抢回玉子 而当美加终于见到舞台上的玉子时 他不再是当初那个温顺的朋友 早已被米兰多实验折磨的人不仁珠不住 眼中也充满了对人类的敌意 此时动物机房组织成员在大屏幕上 播放了米兰多公司对玉子的所作所为 姐很贴心地阻止美加回头看到画面 而现在人群哗然一片混乱 纷纷呐喊救下玉子 米兰多CEO陆系的双胞胎姐姐南希是一个强硬派 虽然一直隐退公司幕后 但在公司高层都有她的眼线 在看到妹妹十年的营销布局毁于一旦时 果断出手帮妹妹擦屁股 找到了大量武装警察来镇压动物解放组织的成员 而台上发疯的玉子 进一口咬住了美加的胳膊 姐想要来阻止 却被美加拦住了 她温柔地对玉子抚摸 给予了她久违的温暖 像往常一样在她耳边低语 这时玉子的眼神变得清澈 又重新认得自己的主人 可纵使组织成员拼命阻止 得以休养生息 而强硬的姐姐重新控制了公司 取消妹妹之前的实验 直接下令屠宰掉工厂里所有的转基因猪 到了晚上不愿放弃的美加和组织成员 来到公司屠宰场寻找玉子 成千上万的猪被圈养在这里等待屠宰 美加救猪心切 闯进了公司的肉类加工厂 里面机器轰鸣 工人们不分昼夜地处理新鲜屠宰好的猪肉 美加第一次见到这样如地狱般的画面 十分担心玉子会沦为这样的下场 就在玉子即将被杀的关键时刻 美加阻止了这一切 然而公司的新CEO不在乎女孩的祈求 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公司的财产 商人的本质就是赚钱 匆忙中 美加只得拿出爷爷早些时候给他当嫁妆的小金猪 要求买回自己的玉子 对于这笔交易 CEO觉得十分划算 玉子离开屠宰场时 还有其他猪将要被赶进屠宰场 在路上一只公猪忍受着剧烈的痛苦 顶开了带电的铁丝网 一旁的母猪立马推出小猪 玉子见状迅速把哭喊的小猪藏在嘴里 以免被保安看到 伴随着猪父母恋恋不舍的目光 美加和玉子带着小猪离开了这个残酷 但又无能为力的地方 最后美加玉子和小猪回到了深山之中 回归了那平静和平的生活 本片玉子则是由韩国著名导演奉俊浩指导 熟悉他的观众一定对 杀人回忆汉江怪物雪国列车 乃至19年风神的寄生虫都了如指掌 相对于上述作品的知名程度 本片玉子就对比起来不是那么的为观众所熟知 但这部电影在凤俊浩的作品列表里 都是相当不同的存在 相较于凤俊浩大部分作品 关于韩国社会以及阶级问题的深刻剖析 玉子看起来更像是一部温馨感人的冒险片 借助主角和猪角的视角 带领观众从美好宁静的山野之中 一步步深入到人类世界的组织架构之中 既有对动物虐待与环境保护议题的讨论 又重审了人与自然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 很明显本片是类型元素拉满的商业电影 脸谱化的反派人物 以及略显可爱的第三方动物解放组织 都让本片在制造冲突与笑料上增色不少 凤俊浩在影片主题与形式上选择了折中的方式 以不牺牲娱乐的情况下 做到了每一个感人的瞬间 但大部分作为非素食主义者的我们而言 能够站在女孩的立场 主要得益于玉子能够通人性 电影有不少笔墨与细节都着重刻画了这一层面 好比于我们都知道吃狗肉与跃猫是不对的 但真的又让我们支持什么肉类都不吃 想必大部分人都是做不到的 电影给观众的永远也只能抛出问题 并不能解决问题 本片在国内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 至于是走左走右的问题 长久以来人们也争论不休 相较于将本片纠结于一个政治鲜明的任务片来看 何尝不回归电影给予观众最初惊喜的本质呢